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了什么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从前有个人叫真兵 家里很穷 有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 这一天家里又没有米煮饭了 真兵站在米缸前看着 叹了口气 再回头看看四周 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点到的东西了 他走到院子里 看到有一捆蛀麻 便走过去拿了起来 他在大街上走着 四处问人是不是需要蛀麻 大家看着这个衣服破烂的文人 都摆摆手让他走开 有个好心人告诉他 可以到寺庙的前库去试试 他开心的立刻飞奔过去 到了寺庙 他赶紧走上前去问 是不是可以典当换钱 手前哭的小和尚 看到真兵手里的筑麻 皱起了眉头 连连摇头 真兵连忙上前说 家里这两天真的接不开过了 请小师傅通融一下吧 旁边的住持和尚 看到真兵真的急得要哭了 就答应了下来 真兵立刻连连作依 发誓一定会尽快赚到钱 把柱麻赎回来 之后就拿着小和尚 给他的铜板离开了 几天后 真兵真的带着赚到的钱回来了 他将自己的柱麻抱回了家 放在了院子里 晚上要做饭的时候 他走到院子里抱柴火 弯一下腰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眼睛被黄了一下 抬眼看去 只见柴火堆旁边的柱麻里有一些黄灿灿的东西 他走上前去 扒开了柱麻 立刻被惊呆了 原来是黄金啊 他惊讶地叫了一声 将黄金捡起来 数了数 竟然有好几两 他立刻抱着黄金回屋 用布包了起来 然后带着黄金 然后带着黄金出了门 这时候太阳已经要下山了 真兵一路跑着到了寺院 小和尚看见他着急的样子 立刻拦住了他 问他要做什么 真兵立刻把事情告诉了小和尚 没一会儿 住持和尚来了 看到真兵手里的黄金也惊住了 他抬头看到累得面红耳赤的真兵 立刻向他行了个礼 并请他到禅房里坐 真兵摆了摆手就离开了 不久后 还没有登记的梁武帝来到了寺院里 住持和尚和梁武帝的关系很好 梁武帝经常跑来找他下棋 一天 梁武帝愤怒地跑到住持和尚的禅房里 气呼呼地坐下 大骂现在很多人都太不诚实 住持和尚听了连连摇头 说自己见过捡到金子还归还的人 梁武帝很好奇 住持和尚就将真兵的事情告诉了他 并拍手大笑说 这么诚信的人将来必定会成为动凉制裁 梁武帝听罢笑而不语 过了几年 梁武帝做了皇帝 将自己在民间找到的人才都封了官 而真兵也在其中 在大殿上梁武帝面色凝重地从五个人面前走过 一一告诉他们 要善待百姓 不要贪婪受贿 当梁武帝走到真兵面前时 忽然笑了起来 他看着真兵说 我早已经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 捡到金子也会归还的人 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不久之后 真兵上任到皮县 在皮县的几年里 他真的不贪污 不受贿赂 做了一个好官 他常穿着百姓的粗布麻衣 在街上走着 看着百姓能够吃饱穿暖 他就会开心的笑 一直到自己的任期结束 他都保持着自己亲政廉洁的形象 成为楷模 任期结束时 他带着家眷离开了皮县 直到真兵要离开 百姓纷纷将自己家中的粮食等送来 希望他能带着 看着这些善良的百姓 真兵流下了泪水 小朋友们 真兵到底在柱马里发现了什么呢 对了 原来他发现了黄金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疑问 这些黄金到底是本来就在柱马里的呢 还是后来被寺庙里的和尚夹带进去的呢 小朋友们 你们认为是哪一种情况呢 我觉得是后一种 是被寺庙里的和尚夹带进去的 因为后来啊 住持和尚再跟梁武帝聊天时 说自己见过捡到金子还归还的人 这句话说明金子本来是属于寺庙的 可能不小心夹带到柱马里了 被真兵捡到后归还了寺庙 小朋友们 真兵虽然很贫穷 但却实惊不寐 没有贪婪不属于自己的钱财 把金子还了回去 他做了正确的选择 也是他应该做的 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哦 他叫你 好 有点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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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